你必須先去認同你自己 然後才能找到你認同的價值 我覺得因為每一個人 我們都擁有這個差異性 所以我們要去擁抱這個差異性 這才是這個社會最棒的一件事情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關曉雯 因為第一集錄得太精彩了 出版社想說 場地都借了 飛錄兩集不可 因為他跟主管請假到三點啦 我現在不想上樓工作 他說可不可以再錄一集 那這人都來了 好 我們也真的有時間 所以這集我們完全不會提到任何一本書 我也不會說新書就是陪伴 是世界上最奢侈的禮物喔 天啊 真的 我都不會說聽一點還有簽書會喔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主題其實是說 你是一個有信心的人嘛 但是我第一次說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是有點生氣的 關曉雯 請問你以前那麼胖的時候 怎麼才那麼有自信啊 我不知道這個問題是包還是扁 我好像可能呈現出來的樣子 就是大家覺得我看起來是有自信的 可是他可能覺得說 你為什麼覺得自己長得那麼可愛 可是其實我內心比較衝突 是我沒有覺得我有自信 因為當時的我是覺得自己真的蠻可愛的 對 就是我不覺得你見得我的衝突嗎 我懂我懂我懂 其實我沒有自信 可是我就覺得真的好像蠻可愛的 所以我並沒有覺得我是一個自信的樣子 可是我沒想到那樣的表現 讓別人看起來以為是你充滿自信的 我覺得你 譬如說覺得自己很可愛的這件事情 就是這件事沒有所謂對錯嘛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其實是好的 是因為你是從自我認同開始 因為所有的自信都必須要先從自我認同 而不是從別人認為你很可愛之後 你建立了這個自信 因為如果有一天突然大家都覺得你不可愛 那你怎麼辦 你要找誰陪這件事情 這樣子的作為我覺得是鼓勵很多人 就是因為你是有聲音 你可以讓大家聽到你的聲音 所以很多人他沒有機會讓別人聽到你的聲音 說他可以模仿你 他學習你就是 欸為什麼我觀光可以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 所以他們可以透過你找到自己的資金 天哪好正面的這張照片 對啊 可以幫我抱你輕鬆腳 我覺得你這樣做是很棒的 就是 好感恩喔 是不是 沒關係 給我買10本書 OK 再買10本 好 陪伴是世界上最奢侈的禮物 對對 謝謝 然後花這個錢在日本書也滿奢侈的 從小到大你有比較沒有自信的時候 我跟你講我剛到台北 我高一那一年 我還哭著等下跟我媽說 媽我要回台東 因為台北人心機太重 就高二剛開始 我覺得我才開始有自信 所以那次 因為我其實我一直有時候是聽不見的 然後對 我就是算 就是很聽障 對 單耳失聰 然後我從小 然後我就是頭髮是自然卷 然後身高又不是非常高 所以我從小呢 然後眼睫毛很長 我覺得應該說 小時候的個性會比較陰柔一點 所以那時候其實你會因為你的性別的特徵 然後還有你 就是你可能聽不見 這件事情會被很多人開玩笑 那因為你知道我們成長路上 不是一直不斷地找歸屬感 就希望大家可以認同自己嘛 然後可以找到一群好朋友 可是那時候你就會一直不斷地被很多人攻擊 所以那時候我就會去偽裝補裝自己 所以我覺得讓大家感覺看起來我就是 我就聽得見我反應很快 然後我對自己外表就是 我不害怕你們怎麼講我或什麼 但其實我是很 我有段時間是非常沒有自信 到我第一次到台北 因為我媽是原住民 所以我學校只有兩個原住民 就加我自己兩個 然後那時候第一次有人講說 哇你輪廓好深喔 你就是長得蠻好看的 我那時候以為他們就是要 摔你 對 所以我就是會覺得很害怕 然後真的開始真的有人開始稱呼我就是 我覺得你長得蠻可愛的時候 到可能超過幾次之後 我才會漸漸地接受說 也許他說得很真的 真的是可愛 我剛剛為什麼會講說我覺得 認同是要從自己開始 是因為那時候我一開始也是 建立在別人給我的認同 所以我到高文那一年又 就是被同學就是可能開一些玩笑 因為我就是有一顆痣嘛 然後那時候以前到學校 我覺得學生都有時候真的是比較 就是愛開玩笑 比較沒有分寸 對 然後就是可能會開始講 有一些這種痣的玩笑 就什麼蒼蠅很髒啊 或什麼之類就是 會拿一些明星的一些有痣 然後來吸毛你 來說你很像他這樣 對 那時候我會用這種方式 去開自己玩笑 來博取大家的歡樂 然後但其實我是難過 因為有時候自嘲 反而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機制對不對 對 就是不然我先講好了 其實我雖然不想講 可是我先講 讓你們來講 那不然你講吧 我現在就覺得 對 並不覺得就是有長這個痣 長得比較矮 然後個性比較陰柔 或是說你比較胖 這不是什麼問題 這是一個個人的特徵而已 特徵 因為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一個 是我自己很內心的事情 對 就是我覺得我的聲音 是比較沒有那麼粗的 然後以前在國高中的時候 大家就會說 你到底有沒有長同級 然後後來我記得 就是一開始要當記者的時候 就因為都要過音嘛 就說聲聲聲聲聲聲 簽唱會幾月幾下在哪邊 對 然後可能就會有人說 你的聲音並不適合出在新聞裡面 然後或者就是會有一些訪問的時候 網友會留言說 那個記者的聲音 怎麼會那麼難聽 然後其實一開始我非常受傷 可是後來我就告訴我自己 因為我比較有一些正面的那樣 來催眠我自己 我就覺得說 好沒關係 如果說你們真的覺得這聲音難聽也沒關係 如果有一天 在未來的時候 我要讓大家知道說 你們聽到這個聲音是 我觀賞人的聲音 然後是後來 例如說可能有時候我笑得很喬 然後大家才會留言說 欸好像這場有觀賞的聲音耶 好像蠻好笑的 然後我就覺得 這不是你的特色啊 就覺得哇 過了這麼多年 好像這個聲音終於被覺得難聽 也或者是可能說個人的特色 已經高過這個聲音本身 可是有時候我會覺得說 哇這個聲音好像又蠻現實的 就可能是因為他們已經知道你是誰 或者是你可能蠻好笑的 才回來說 這個聲音很特色啊 會不會是這樣 羊群笑意 我覺得其實這個社會制度就是 我最近在看那個影集 已經是有點就是過落伍了 就是黑鏡 其實我覺得它裡面講了很多社會制度的問題 現在很盲從的去跟隨 就是大家認同的東西 對對對 就是大家都說還好 你不能說還不好 對然後你就跟著說好 然後好像是覺得被催眠說 好像真的蠻好的 對因為大家都在討論這件事 所以你要跟人討論 但其實 我覺得回過頭來是 不管這些反共的影片 創作者 文字 音樂 其實都要告訴你說 你要回到自己身上是 你必須先去認同你自己 然後才能找到你認同的價值 我覺得因為每一個人 我們都擁有這個差異性 所以我們要去擁抱這個差異性 這才是這個社會的最棒的一件事情 不管你喜歡誰 或是說你的夢想是什麼 你堅持你想做的事情 就是因為我們每一個人有差異性 所以這世界才會這麼的美好 不然如果每個人都一樣 永遠都是只有一種聲音 那太無聊了吧 對啊你會分辨不出那個差別 你喜歡跟不喜歡的差別 所以我覺得你很棒 可是如果有非常多人 這變成現在是我的腦袋 等一下 因為你的陪伴是世界上最奢侈的禮物 真的我真的來陪伴你 所以我沒有要來奢侈 就是如果說在成長的過程中 有一些人他是真的比較 現在可能還是比較自卑 或者是覺得很害羞 他應該要怎麼去敞開自己的心胸 就除了他期待別人擁抱這個差異性之外 對 我覺得我算蠻興趣 就是我身邊有一群好朋友 那我從小成長的時候 因為我的最好的朋友都是原住民 可是你知道你回到部落啊 就只是想抱怨一下你今天遇到的事 我的朋友都會說 還好吧 這什麼 然後我就說我的耳朵都聽不見 他們就笑我 很羨慕你耶 都不用聽到那些話 好樂觀喔 對 就是 我覺得身邊的朋友很重要 所以 不管是家人也好 然後朋友也好 其實 你必須要先找到 我覺得找到認同自己的方式 其實有時候很困難一個人 那 身邊的朋友是可以輔助你 就是去認同你的價值 因為你的朋友 基本上他是 你信任他 然後他也是接受你的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說 其實不要害怕你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對 你可能留你的特色或你的特質 可是或許跟別人不是完全一樣 可是我覺得你可以找到你的特色去發揮你自己的特長 對 真的 反而會成為一個受患的理由也不定 對 不要為了別人而改變你自己 因為就是我覺得 那一些討厭你的人 對你最大的傷害並不是言語的東西 而是你為了他們而改變 哇 那你就輸了 對 因為你為了他們而改變 你才是真正被他傷害 對 對 對 我都是這樣覺得 哇 這一集好感人喔 吃了很多經驗 對 因為你知道我當時真的是為了被笑的餐廉要去點字 然後你知道以前不是夜市很多那種就是 那種一男一女的這個密碼字 然後每次會去看說我這個姿態也是為什麼兇字 我就要找到藉口把它點掉 可是我當時真的很慶幸我沒有把它點掉 因為後來就是大家都是認知認我 因為我朋友也是開玩笑 我回覆路他就說 你有這樣死掉我怎麼認識 哇 這不就是我的特色嗎 我為什麼要為了別人討厭我這顆字的長相而去改變這件事情 所以這就是我啊 對 我覺得所以你一定要記得 你現在這一些不管被人家稱讚或是被人家笑 這就是你 不要因為別人不喜歡不認同的去為了他們而改變 你要改變是為了自己而不是為了別人 因為像我自己是比較樂觀 如果說別人會拿我身上任何心開玩笑 其實我會覺得蠻高興的 反而是很注意到的話題 對 而且有時候我會比較例如說比上不足比下有 我就會覺得說 好啦 總比那種全班沒有人要跟他講話的人 我好像在好一點點 不好意思 就是有時候我會稍微樂觀點 對 你也太極端了 好 至少有人跟我講話 對 我覺得不管你用什麼樣的心態去面對 就是你要想到自己一個排解的方式 對對對 走 我覺得排解的方式很重要 或許你有很多 例如說現在可能還在自卑的路上 對 可是你慢慢找到你的特色之後 可以讓自卑變成最有自信的地方 真的 真的是金句耶 你是要出書了嗎 還沒有 你是有打招呼要出書嗎 我是要避開於出書的期間 哈哈 因為他要開放太激烈了 掃在那邊 掃在那邊 我可以幫你推薦嗎 好 好不好 我有這個榮幸嗎 好 到時候你就要幫我寫一序 好 而且你自己的書 然後我還上你的節目 什麼 我可以來訪問你嗎 還上你的節目訪問你 所以如果說大家是喜歡Peter樹這個人 或是想要了解更多的話 其實新書裡面一定有提到一些 裡面其實有講到 就是成長過程 因為可能一些不自信的部分 而造成的問題 對 裡面其實有講過 但因為這個是需要看到故事的起承轉合 才有辦法思考 還不跟你們爆雷了 對 我真的是不能爆雷 就你們自己去看 我只能講書名 不然是事實上最奢侈的一個 好啦 謝謝Peter樹 希望下次還有機會可以再聊一些別的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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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的新書 好 等你喔 我要上你的節目訪問你 我還要剪得很累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啊 大家來看一下我們的IG 忘記要做Ending了